马来西亚反贪会最近动作频频 接连提供前首相纳吉夫妇之后 这个星期三还要传召现任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末扎西路口供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洛曼星期一通知媒体 反贪会已经传召阿末扎西 在两天后的早上十点抵达反贪会总部 针对基金会涉嫌舞弊案件路口供 洛曼呼吁巫统支持者在当天早上九点半 聚集在反贪会总部声援阿末扎西 事实上反贪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召阿末扎西 早在今年的7月2号 反贪会针对他被指挪用基金会80万令吉现金 来偿还他和太太的信用卡债 传召他到反贪会总部 录了8个小时半的口供 阿末扎西是那个基金会的主席 如无意外反贪会这一次 也是会针对同一个案件再次传召他协助调查 无论如何反贪会截至下午三点 还没有证实传召阿末扎西的消息